明明是大熱天 但辦公室裡面到處都是水桶 而且裡面滴滴答答都沒停過 別說大熱天都這樣 遇到下雨天 情況更慘 實際查看牆壁 泛黃還出現臂癌 水會沿著牆面流下來 相當潮濕 這裡是基隆生命縣協會辦公室 從110年開始出現了漏水情形 讓他們相當困擾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以為是只有原本的滲水而已 結果沒想到假日的時候 是整片天花板掉下來 所以禮拜一 我們來上班的時候 趕快處理其他幾片 還沒有掉下來的部分 其實發現上面都已經積水 然後也是快快快掉下來這樣 喂 生命縣 生命縣協會每天忙著接電話救人拯救生命 還要忙著去倒水 辦公室就位在安樂區行政大樓九樓 110年天花板掉下來之後 漏水情形越來越嚴重 生命縣在基隆的這個辦公室呢 就長期的漏水的問題 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那100多名的志工人 每天24小時在這邊輪流守護著電話 守護著我們市民的生活安全 那可是他們的工作環境 確實讓他們非常的不安心 那希望說可以透過我們市議會跟市府的合作 讓我們這個工作的環境得以改善 那我們知道安樂區的這個行政大樓 是多功能的大樓 所以有非常多的設施 非常多的單位在這裡 那剛好是我們生命縣在九樓 然後十樓的部分 屋頂的漏水造成我們志工長期工作上的困難 那因為這一棟大樓 我們有很多單位 包含社會處的民政處 或是戶政等等相關單位 它每年是有一個輪值的圍管單位 那我想我們今天也謝謝社會處 今年特別編列了350萬的預算 來做這個整體的檢修 那我們這邊也特別要求我們各單位 在每年未來如果修理好了以後 在這個漏水的部分 要做編列維護的一些相關的預算 讓每年都可以來做一些整理 讓我們漏水的問題 徹底的解決 因為一棟大樓的漏水 那是長久老舊的問題 不可能把整棟卡掉 那今天因為都發出也沒有特別來 所以我們特別來要求 每個單位 圍管的輪流來編列預算 那當然以社會處來做主折 好在市政府社會處 已經編列300多萬元預算 預計在明年施工 還給他們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